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拍这部影片的心情真的是特别紧张 就也不卖管子了,因为我标题已经说明了 我记得大概几年前我有拍过这个主题 可是那时候叻,这是一个骗来的 但是这一次叻,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一次是来真的了 所以我们叻,就在了医院的停车场 今天就是我要带Cherry过来这边 做第一次的产检 就是我们在家叻,已经试图了几只 很多啊,超过七八只 试图了七八只的验孕棒 然后全部都是显示怀孕了 但是因为验孕棒嘛 验孕棒始终是验孕棒 我们还需要一个 从医生口中讲出来的一个官方的答案 一个正式的答案,就是确定是已经怀孕了 所以今天叻,我就跟这个妇产科的医生叻 做了一个预约 然后我们就要来医院这边 是给Cherry去查一下 呃,baby的那个,baby的一个阶段 OK,简称禅检啦 OK,今天就是我们第一次的禅检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新手爸爸,新手妈妈来讲 有非常多的东西,不会 然后我也要开始去慢慢的做功课 然后其他的心情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因为现在我们要迟到了,OK 看我们要喝很多汁的孕棒 很多汁 变得应该有七八只的,里面七八只就会在那边 OK啦,不用拿了,放进去 怀孕了啊 嗯 嗯 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要不要 OK啦,其他东西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很紧张耶,不懂做梦 我跟你一样很紧张 要到了啊 要到了啊,我前面就是门口了 不要紧张,我会陪着你 嗯 打口罩先 OK,现在我们已经 订阅了,进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等着我们的医生 等着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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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用个背部 OK,现在要测试了 要干嘛 我先看一下 适合得OK啊,你也觉得想要扑一些什么吗 诶 有不止痛 诶 应该没有 不舒服 OK,你怀念的 这个就是Lady咯 跟小小可能斗斗这样的 诶 诶,是哪一个 有这个 有心跳的咯 是中间的一小点点 还是讲成这一块的 你看啊 你看啊 再走上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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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它的袋子来的 我叫Gestational Sack OK 你看它这个心跳啊 OK,我就是要给它听 它已经有心跳了哦 它有啊 有 我要给你听心跳啊 你先停止呼吸十秒 OK 一二三 开始 妈咪开心啊 你看 它就跳掉了 哦,它现在其实多大 等一下,妈咪可以听我的心跳 我没有量呢 你给我一下下 哦,它的心跳 很神奇咧 我是去那神奇 很感动 等它再大一点 它会跳一跳 跳一跳 去那 七个星期 现在已经七个星期了 差不多七个星期 就是一个月多 要两个月哦 对 所以目前它只是需要吃这一个 嗯,而且是这个 因为过后它会开始要吐了 哦 也没有 不会吐得很 有 你也是 至少是运气够好的话 多数都是会的 嗯 有啦 至少都会觉得头晕啊 呃 呃 呃 想要做O啊 嗯 就是干O 这样子都会有这样子的症状 OK,那是no more的 OK,我们刚刚就第一次的产检 结束了 怎么样啊 蛤 蛤 它有心跳 我没有想到这样快 是哦 刚刚 我有录它的心跳给你们听 我给你们听到 好像小个罢了 它只有心跳了 对,现在是已经 像Dr.讲的 已经是七个星期了 所以再多一个礼拜 就两个月 两个月了 然后 我们现在叻 就要去药物厂买这些 医生推荐的 呃 supplement then 嗯 嗯 我们回来再讲啦 OK,OK 上车先 上车 OK,各位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片段呢 是我们 补录第二次的 因为上次 我们参见完 过后回到家 所 呃,分享的那个 心情 那个 那个影片的素材 因为一些问题 所以不能有 所以我们现在再重新分享过 我们的心情 嗯 OK 嗯 上次 我们就有讲到 然后就是 现在 当我们当上有新手 爸爸妈妈了 就是 终于 我们自己的孩子了 然后 我们的心情 是怎么样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讲你的现在 呃 OK 先讲 他不是在我们的计划内 是 OK 各位 这个 其实 我们的 planning 我们原本的 planning 是打算在 2025年 才要 才要有小孩的 嗯 嗯 然后他现在就是 在2024年 嗯 他就提早来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缘分 对 这个就是一个缘分 OK 我们原本的 planning 就是因为我们 呃 就是去年的12月 我们就刚买 买房了 OK 买房 然后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 是要在 2025年的 差不多 八九月这样 我们才能够拿锁丝 然后我们原本的 planning 就是打算也在 明年的 年尾这样 生 baby 就是2025年的 年尾生 baby 然后 现在我认真 现在我再想回去啦 如果 这个 跟着 真的是跟着我们原本的计划走的话 叻 好像 好像也会有一点 太 太 太 怕 怕我们会 handle不到 因为要处理 家的东西 对 因为到时候我们是刚拿家的收拾 然后我们就要 planning 进行装修 然后又要跟 呃 designer 去接下很多东西 这样 所以 我觉得如果 到那个时候 要同时进行装修物质 然后又要同时 呃 就是 baby 生出来 然后我们又要就是 我们会刚刚进入 新手爸爸妈妈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好像也是 会 会很难 handle到 嗯 所以就变成他是在 这个时候来 一个机缘巧合 他就早来有一年 早来有一年 就 呃 变成到时候 我们拿 我们拿家的收拾的时候叻 这个 baby 已经是 一岁了 是吗 是一岁 对 他已经刚满一岁了 所以就 刚满一岁 然后 我们是已经熟悉 那个 对对对 我们已经适应那个状况 因为已经一年了嘛 就可以算是适应那个状况了 然后 我们的家装修也要差不多半 半年的时间 差不多 所以当我们 住进新家的时候叻 我预计大概是 2026年的 三四月这样 差不多 所以那个时候 baby也一岁半了咯 还走路了吗 不懂 一岁半会走路了吗 好像会了 是啊 后来 angel 也没有两岁了 是是是 所以 反而这样子 好像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安排 对不对 对 所以 竟然他来了 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啊 我们两个都一直有讲要 会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嘛 然后 我们都有达成公司了 所以我们是做好心理准备了 只是那个时间上的问题 对 我们就已经是 ready 要做爸爸妈妈了 就是已经 我们已经有讨论了的 只是讲说 所以我们还打算在 今年 这个 今年2024年里面 我们再充斥多一年 充斥多一年 然后2025年 我们就是 直接是进入那个 爸爸妈妈的状态 可是他现在要我们提早一年 进入这个状态 所以就是来到 有一点 对我来讲有一点 有点 有点突然啊 因为 也算是不在我们 原本的计划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为什么会讲 这是一个缘分呢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 没有刻意去做孩子 哈哈 对 没有刻意去做孩子 真的是没有 然后我们也都 虽然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避孕措施 但是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一直以来就是 没有在做避孕措施 可是他现在就是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真的就是 他要来了 就是一个缘分 所以 呀 来了 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已经是新年的期间了 因为 然后是 三个月 已经满三个月了 因为我们是 华人的帮当嘛 就是要满三个月才可以公布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已经是 在新年了 所以就 在那边也恭喜 就跟大家讲声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我们也为了 我们也为这个 baby 开了一个ig account 大家去follow 所以之后 不定时更新 他的状况 跟我的状况 对 就是一些可能参见 一些日常记录 我们就更新在 baby的ig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follow baby的ig 然后 我们刚刚也在我们的ig 公开了 那个 怀孕的照 就是官宣 我们怀孕啦 对对对对 或者说我们是我怀孕 我们有孩子了 我们怀孕 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的ig follow我们 我们接下来可以follow更多baby的状态啦 然后 这个会是我本channel 第一集 关于 关于baby的系列 没有想到我这样快 会在我channel开一个家庭系列 就跟你们分享啦 是是是 你们就看着我一路 从以前屁孩屁孩 到现在当上了爸爸 so 你们可能也可以comment一下 看你们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讲呢 对你讲吗 对我讲 因为他们看的有点懂 对对 so ok啦大概就这样啦 so 这个系列 关于我们baby的这个系列 我在想一下 要取什么系列名啦 so 如果你们有什么idea的话 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so 之后接下来cherry每次的产检啦 我就会放在这个系列里面 直到baby出世啊 生出来啊 然后记录他的长大啊 so 我全部都会拍进我的vlog里面啦 ok so 他怎么要讲啊 有一个小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了 s s yes yes ok so今天影片到晚结束啦 bye 我们下集见